今天鬼叔给大家介绍一部国产恐怖电影《导师爷》 电影开始在民国期间 有一个一代奇人关师爷常在江湖中行走 这天关师爷为了帮助吴府寻回小少爷的元神 关师爷特地找来了八字全音的男主协助自己 在关师爷的一阵施法下 男主很快就进入了幻境 并在其中找到了被狐妖唱戏吸引的小少爷 就在这时台上的狐妖突然冲着男主飞奔而来 吓得男主大叫连连从幻境中清醒了过来 根据男主的描述关师爷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当即利用指贺指路找到了狐妖 紧接着关师爷就找回了小少爷的元神 没想到救回小少爷后 吴老爷被狐妖缠上了 关师爷又找上狐妖这才得知事情的真相 原来曾经吴老爷的一批货物被截 为了找回货物吴老爷便和狐妖做了交易 答应狐妖 只要他帮助寻回货物 他就将自己的儿子送给狐妖 没想到狐妖完成了答应的事情后 吴老爷翻脸不认人 不仅没兑现承诺还在府中挂了法器 防止狐妖来寻 狐妖一气之下这才得了小少爷的元神 这件事情虽然是吴老爷的不对 但毕竟孩子无辜 关师爷希望狐妖能够放过他们一家 就在这时几个人出现打伤了吴老爷 狐妖看到吴老爷受伤便也不追究了 画面一转一个猥琐的男人来到青楼找了一位美娇娘 结果男人掀开围杖的时候 突然看到美娇娘露出了一张恐怖异常的脸 男人当场就被吓晕了过去 第二天白天 大街小巷就流传了青楼闹鬼的传说 关师爷听闻了这件事 再加上看到青楼上方有一朵黑烟迟迟不肯散去 于是关师爷来到了青楼当中 并且见到了昨天被吓得昏迷不醒的男人 随后关师爷找到了美娇娘弄清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附身在美娇娘身上的女鬼曾经也是一名青楼女子 后来她与一个男人相爱 不料这个傅心汉抛弃了她 迟迟等不来的女鬼最后自杀了 但是因为她心中怀有怨恨 所以女鬼死后就附身在了美娇娘的身上 发誓要杀死那些猥琐的男人 为了让女鬼不再害人 关师爷答应帮助女鬼找到傅心汉 随后关师爷找到了傅心汉的弟弟 没想到弟弟称哥哥已经失踪很久了 无奈关师爷拿出了傅心汉的一支笔 一番做法后又拿出纸贺 引导自己找到了一座府邸 然而开门后 关师爷却发现这里的人根本不是傅心汉 当天晚上傅心汉就托梦给关师爷 原来当年他打算给女鬼赎身 不料半路上遭遇了劫匪 自己的钱财全部被劫走不说 自己还被这些人杀死 正在实施下方 导致这么多年来傅心汉一直无法离开这里 得知了这一切经过后 关师爷告诉了女鬼 而女鬼在得知傅心汉并没有负自己后 也放下了心中的执念 消散了 这天关师爷在外面再次碰到了 因为卖棺材而发家致富的男主 说来也奇怪 前两年城中干旱 结果突然下了几天的雨 没想到这场雨带来了瘟疫 因此男主靠着卖棺材赚了不少钱 只是最近男主也遇到不少奇怪的事 前几天他突然看到了一只鬼灯笼漂浮在空中 而且自己醒来的时候 也时常出现在棺材里 听闻了男主的事情 关师爷凭着两人的交情决定去帮助男主 于是在来到男主家的当天晚上 关师爷就做了法 随后他就看到熟睡的男主走到了院子里 并且还漂浮在空中 关师爷再一看 原来是一只曾经的黄鼠狼 第二天关师爷将事情告诉了男主 男主这才想起来 一段时间前自己的一只鸡被黄鼠狼偷吃 生气的男主因此将黄鼠狼打成了重伤 黄鼠狼最为记仇 看来是那只黄鼠狼来找男主报仇了 好在现在关师爷在 在关师爷的调解下 黄鼠狼和男主达成共识 在每年的3月3 9月9 给黄鼠狼准备好吃的 相对的 黄鼠狼也不再找男主的麻烦 最终在两个人的调解下 这件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 而关师爷则继续闯荡江湖 行侠仗义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